2019年底启用的花蓮县辅具资源中心 因应花蓮县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整修工程 从即日起是迁移到花蓮县社福馆的一楼 等待整修工程完成之后 再行恢复原地点来服务民众 花蓮辅具资源中心表示 对外的服务是一切的照常 欢迎有辅具需求的民众先来洽询 因应花蓮县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整修工程 花蓮县辅具资源中心自去年底进行搬迁 于今年元旦起改在花蓮县社会福利馆一楼大礼堂进行服务 虽然空间较小但服务不打折 而整修工程预计半年 待工程完工 辅具中心也将搬回原址 这次是因为生脏馆的部分进行一个整修 所以我们搬到社福馆这边来服务 那这边提供补具咨询评估维修个别化的服务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事先电话来联络 那我们电话是8225365或是8241657 考量疫情关系并满足更多长照需求 辅具中心也提供线上服务 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网络系统观看预计申请的辅具 再进一步电话咨询 并提醒有辅具租借以及归还需求民众 2月10日至16日农历年节 配合社福馆修馆 辅具中心则在2月17日才恢复营业 记者讲方言 华联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